白白的雪 蓝蓝的天 红红的太阳 还有黑黑泡泡的 看不清哦 我们在看到 整个马来西亚的市场的时候呢 可能马来西亚当地的音乐人 会有稍稍感觉到心痛的 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人 自己本身 我们都 我可能不能用不支持吧 只不过是说 我们不太有这种意识 会想要去听 马来西亚基本地的创作 就很像我们先说 一些出名的歌手吧 像梁静茹啊 戴佩妮啊 光良啊 这些所有出名的歌手呢 都是到国外 台湾去发展的 那我们马来西亚人 才会了解到 哦 原来我们马来西亚人 也是有人才的 我们马来西亚人 也是有一些好的歌曲的 所以呢 的确 在这一方面呢 可能在马来西亚 要在马来西亚 发展的一些歌手呢 可能会有稍微 比较困难一些 看就有提到 可能在另一方面 在泰国就不太一样 因为泰国人呢 自己本身 他们非常支持 自己本地的创作对抗 自己本身有提到 而且如果是说 你要去到泰国发展的话 首先你一定要会泰语 唱泰语的歌曲 对不对 对没错 那你自己本身的泰语呢 我本身 其实 现在还好 就是说啊 唱 但是到现在目前为止 看的部分呢 还是不太懂 因为他们那些 字 那个字体 跟我们的那个汉语 是完全是 不一样的 应该好像我们的汉语 我 就是我 我就是可以代表很多 就是我爱你啊 我是什么 我今天在哪里啊 就是一个生字嘛 但是他们的一个生字呢 可以就是说 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对 很多不同的用法跟意思 所以呢 其实我到现在 也还搞不清楚 他们那个 那个 语言 那个字体 是怎样的 但是 说呢 跟唱的还好 可以用一下泰语 来介绍一下自己吗 哈哈哈哈 沙瓦迪卡 不顾 蓬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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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公司觉得 因为我是姓陈嘛 所以他就觉得说 不如你就叫签 签 就是泰文的 语音就叫签 然后呢 就是歌手签 签 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容易记 好像是 之前有歌手 就是I B 这种啊 所以他们就觉得 一个字 反而容易让人家记得你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就好吧 就一个字签 然后代表 也是我自己的心思 这样子 所以当时你在泰国出道的时候 你是用签这个字而已 对 没错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接下来你会有怎样的一些 宣传的活动啊 然后听说你的 专辑呢 也是已经在 ONFM首播了 对不对 对 我的专辑呢 已经在ONFM 就是 首播了这个完整版的 官方歌词版 所以呢 也是 接下来呢 会 就是陆陆续续 会跑一些宣传啊 跟就是 跑一些 上演的活动 听说你也是 将会去到中国嘛 对不对 有做一系列的宣传的活动 对 没错 然后呢 就是会把歌曲 就是宣扬到去中国 因为 其实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中国其实 当地的人是 听华语歌曲 蛮多的 所以呢 其实 因为我 那时候 去中国 发展的时候呢 我就 有听到 其实还有一些人 会说广东话 然后大部分的人呢 就是靠近深圳那里 把广州的人 广州那一地带 都是在用广东话 来沟通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还是有市场 然后呢 我就去 公司就有跟中国的 一个公司合作 然后呢 我就是有问看 你们如果是广东歌曲 那个 这里的市场会怎样 因为毕竟 中国都是听 华语歌曲为主 所以他们就讲说 未必的 其实有一些 就是八九零代 那个年代的歌手 好像谭永玲啊 张学友啊 反而他们那里的人 很喜欢就是 就是八零年代 九零年代的歌手 包括 就是现在有一些 新的 好像邓紫棋啊 还有一些 就是李星妮啊 这种广东歌曲呢 也是有 入进去他们 中国的 还是有市场的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可以去 try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公司 也是有打算说 推出了这个 广东版的 这个港与走南的嘛 对不对 这个广东歌曲 然后呢 我公司说 先把这首歌曲 先放在那个 中国的市场 试一试 然后呢 到时候 如果是反应良好的话呢 就有可能会翻成一个 做成一个华语的版本 攻进大陆的市场 对 因为我们的 第一首歌曲 自我疗伤呢 已经是 现在攻进了 就是大陆的市场 然后呢 也在 上个星期吧 上个星期 就是全国的 中国全国的KTV 已经是上榜了这首歌曲 然后呢 也是这首歌曲呢 我也很 感谢当地的 那个娱乐公司 就是因为上榜了嘛 然后有一些粉丝 也会去听 然后他们也是 大肆的宣传 然后呢 我也听说 公司传回来的消息呢 是这一首 自我疗伤 也是 在内地 刚刚有了一个提名 就是 对提名 这个 最佳原创歌曲 讲 对 所以我觉得 是个 天赐的一个 福分 而且听说你 自己本身 也报名了 马来西亚的 这个鱼血奖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 这个奖上呢 我是完全没有想到 因为那个时候 是在中国 演出 演出完 过回来 回来了 过后马来西亚 然后就是 开第一个会的时候呢 公司就 突如其来的 一个惊喜 今天我有帮你 去报名了 那个鱼血奖 然后我就 这怎么 怎么回事 因为我就觉得 因为公司觉得 其实这个自我疗伤 音乐 也蛮不错 所以呢 看看 有没有机会去 入围 跟提名 然后呢 公司就决定 去报了这个 鱼血奖 然后当时我才知道 原来公司 已经是报名了 这个 这个奖项 然后呢 他是 有报了 最佳 数位单曲 跟作曲奖 所以我觉得 就感谢公司 去报名 去参加了 然后 我觉得 有没有拿奖 是其次 如果是有的 提名 跟入围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成绩了 就是证明 就是评审们 一直肯定 就是你的歌曲 是有被 受到关注 跟肯定的 对 当然也希望 你的这首歌曲呢 可以入围啦 好 谢谢 那除此之外呢 接下来还有 这样的一些活动呢 刚才你提到 你自己会去到中国嘛 然后这首歌 已经是首播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怎样的一些活动呢 接下来呢 应该我会在 新年前 会回到来 马来西亚 因为我们有 公司有接了一个活动 是很有意义的 是就是 槟城庙会 哦 槟城庙会 没错 他们是 今年是听说 是民办 然后呢 他们会在 年初十那里 会有一个活动 然后呢 我们公司就 去让我 去 去参与 这个活动的演出 然后呢 我也是第一次 在这个 他们的 槟城庙会的 中央台去首唱 他们的 就是我这一首的 新歌 新歌单曲吧 港与走呢 对 因为去年呢 去的时候呢 是 也是第一次上 中央台去唱 自我疗伤 然后呢 这次去的 意义呢 又对我来说 是不一样的 因为今年去的 我觉得 他们那个 意义更重大 因为毕竟是 广东歌曲嘛 然后加上 槟城也很多 人是喜欢 就是 也是有一些人 讲广东话 福建话 对 而且这一次上阵呢 是更加成熟 更加稳重了 对不对 带着自己的 这个创作 然后大概呈现给大家 对不对 而且是首唱 对不对 对对对 是首唱 如果是说 有兴趣的朋友们 都要记得 在年初十 对不对 对 到槟城庙回南一边 听一下 第二线的 这个首唱 那接下来呢 暂时还没有任何安排了吗 接下来呢 公司会有一些安排 就是 我们会 新年过后 有可能也会继续的 跑这个 港与周南的 这个宣传 然后 有可能也是有 回去中国 或者是香港 然后呢 新年后吧 我们就会 公司有可能预计 就会推出 完整版的 这个 EP 对 没错 因为到时候呢 那个呢 EP呢 也是我 最紧张 最觉得 重要的 一次了 因为我觉得 每一次我们 就是出EP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想 选歌的方面啊 然后整个制作啊 然后包括歌曲方面 设计 然后全部的东西 因为这一次 很感谢公司 是让我有份去参与 这一次我自己的 EP的专辑的 不管是歌曲啊 设计啊 还有包装啊 全部东西啊 我自己都有去 参与 所以呢 也蛮看重的 等一下 刚才你说到的 完整版的EP 是意思说 会有更加多的歌曲 收入在 这个EP当中吗 对 当到时候呢 应该是会 再多收入一首 是广东歌曲 然后呢 其他还有一些 就是bonus的歌曲 公司还在 在敲定着 还在 就是 这个是一个 还没有公布的东西 所以 先给大家一个神秘感 然后呢 对 然后现在可以透露的是 公司会加到一首歌曲呢 是 这一张EP里面的主打歌曲 也是你自己的 本身的 这个创作吗 这一次这个不是 这一次呢 我很感谢 我的好友 就是也感谢公司 去 就是 跟他们有一个 交谈 然后呢 我也是感谢我的 朋友 就是这一次 给 给这个面子 然后也是 感谢他们 就是 两 两 习 插 都 就是来帮忙 我这一次的 这个 EP 写这个 主题曲 然后呢 这个主题曲呢 先透露一下 它是 词曲人呢 它是 这个 西头行者 语的 那个 片尾曲 还是插曲的 那个 词曲人 哇 那个西头行者 对对对 就是 按手本分的 这首歌曲的词曲人 对 还有就是 这一次的 合音呢 跟 粤语的 那个 咬字发音 录取呢 我们全部都是 在香港做的 然后呢 也要感谢 一个特别嘉宾 就是我的 另外一个好友 就是他有份 这一次帮忙我 就是 抽时间出来 去为我这一张 EP的主打歌 去录合音 跟 教我怎样去 在录音室 咬 怎样咬 正这个 广东歌曲的 发音 然后他呢 就是 这个 云南 云外的 作曲人 对 这首歌 真的很好听 对对对 然后 那个时候呢 我去香港 录制 我也感谢 这位好朋友 因为 是 因为我 上次去录制 这个EP的 主打歌的时候呢 也感谢他 那么帮助我去 真的是 抽他的时间 来帮我录制 这一次的合音 然后呢 也感谢他 抽时间的去录音 是看我 怎样去录音 之外呢 去教我 你的广东 咬字 发音好像 因为毕竟他是 做广东歌曲 比较多嘛 然后最红的歌曲 就是 云南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等等 的作品 然后呢 我就 听到 原来广东歌词 是这样子去咬 咬字的 原来是这样子 去发音的 经过他的那个 诠释过后呢 又不一样 因为他有哼 就是跟我说 这一段唱了过后 这是你的咬字 好像 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 我咬的方式 就是马来西亚的口语 然后呢 在录的时候呢 然后录一个诗 其实也是 在笑 然后就觉得 好像有点不对劲 因为毕竟 那首歌词的 歌的意思呢 是非常的复杂 然后那些字 是非常的翘翘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压韵 可能在一些词上面呢 你需要翘舌 对对对 需要翘舌 然后那个咬字 也好像觉得 就是 咬 同光 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 我们这里讲的 咬 就是咬 咬头的咬 然后光就是光 但是他们的光 又不一样的光 然后我就 在录制的时候 其实 蛮辛苦的 蛮辛苦的 对 就是repeat repeat 那一part repeat 然后呢 到最后 其实我们也是用了 也很感谢 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去录制 非常快的去完成 然后呢 他也是说 我算是 有谁来 就是录广东歌曲 算整的一个了吧 因为 因为还有一些 有可能是一些 大陆的歌手 去录广东歌曲 稍微比较困难 因为毕竟他们 对广东歌词 不是他们当地的语言 都有点困难 不要说 广东来 就是大陆 去到广东吧 可能可能说 本身香港人 去到 去去录 华语歌曲 也是有一定的难度 对对对对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 我非常高兴 自己是一般马来西亚的学童 因为多国语言 都有去学习到 这个就是我们马来西亚 最美妙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国民 都会很多种语言 所以可能在学习语言上面呢 我们也不太需要担心 一些可能 少比较重要的一些语言 对没错 在国际比较通用的一些 嗯 也其实蛮期待 那一首歌曲 真的很期待 对 可以跟我们 再跟我们分享 什么时候会再上啊 这一首歌曲呢 还要看公司的安排 应该是 我觉得 会是 这一词吧 有可能是 雨鞋讲 雨鞋讲之后 还是有可能是 雨鞋讲之前 对 才会发出这个歌曲 因为我们 其实在发这首歌呢 的当中 我们会就是 因为这次的 这个歌曲 然后他们的拍摄 也是在香港 然后呢 他的拍摄 我们整个呢 的那个手法都不一样 所以呢 在出这首单曲之前 我们会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 那个 类似吧 微电影 还是类似的一个 故事 会先推出来 然后到最后呢 我们才把这首歌曲 完整版 呈现给观众 对 一说这首歌会变成 这个 可能刚才所提到的 那个微电影 然后一个故事的 主题曲嘛 还是之类的东西 对 所以呢 请大家敬请期待 所以呢 自己本身的这个 专辑也已经推出了嘛 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 可以需要哪里购买呢 好 如果大家想要去 去购买这一张 就是特别版的 这个 港女走南的CD呢 大家可以就是 去到我们的 Fanpage 还有公司的Fanpage 还有就是 可以留言给我们 去上网订购 因为呢 这一次我们这个特别版呢 是原本 是要在各大唱片行去卖的 但是呢 因为经过公司的讨论过后呢 我们是选择 就是因为我们的 印的数量也不是很多 然后呢 我们就有时间的 去决定吧 做出一个决定 就觉得 如果是观众 想要去订购的话呢 就来我们的专业 跟公司的专业去订购 然后呢 如果大家想要就是 再去听到 这些里面当中的歌曲呢 也可以去到 那个KKbox Spotify iTunes 还有KKbox吧 这几个数位平台 去下载去听 对 而且刚才是 我们在私底下 我们跟Dia Chen聊天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们说到一个事情 是很荣幸的 是我们留言台呢 是第一个电台 收到这个特别版的CD 哇 谢谢 然后呢 这一首 再跟大家说一声 这一首 这个EP呢 已经是收录了两首歌曲嘛 一首是广东 一首是华语 然后广东就是 哇 这个字真的是有点难读耶 这个字可以让我看 我看 我要讲的时候呢 就让我咬到舌头 叫 公乙走南 对 就好 好难评的一个词 其实 其实是有一个意思的 因为呢 这个歌曲呢 那时候我是 给我的一个香港音乐人听嘛 他们 他们一刚开始听我这首歌的时候 一听到歌词 歌名 他讲 哈 公乙再难 变完再难 对 然后我就讲 他不是再难 就是公乙走南 其实是因为 这个词呢 就是这一首歌里面的特点 因为为什么呢 它是 公乙走南 就是我们平时 人的生活中 就是 你公乙走容易 你走走南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我就是因为听到 平常很多人都会讲 哎呀你讲得容易 你做就难 就是听得太多了 我觉得 诶 这样子 可以把这一句的金句吧 算是 对 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 到底常讲的一句话 对 你讲就容易 做就很难 所以把它 参 就把它 变成一个广东的 广东版的 所以就 这首广东歌 虽然是说是广东话 可是也掺杂了 马来西亚的一些味道 对 没错 所以呢 这一张 这首歌曲吧 算是我的 得意之作 然后呢 也是用了最多的心血 去创作 因为 歌词内容呢 我是有 掺杂了一些 就是香港的一些 字眼的演书下去 人也掺杂了 马来西亚的风格 因为 我就觉得说 我得完整版的EP 主打歌 以及是一个 完完全全的 很道地的香港 就是广东歌曲了 所以呢 我就觉得 这首歌曲 我自己创作的嘛 我就觉得 一定要跟那一首 有点different 就是一定要 就是参加马来西亚的风格 然后再把这个歌曲 带到去海外 给更多的粉丝 跟观众听众们听 对 那当时 你到香港去录制 看你说到的 那一首歌的时候呢 那一首歌 跟这一首歌的差别 有差别吗 非常大 非常大 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 先讲说 那一首歌曲吧 那一首歌曲呢 是 整个的元素呢 是先保持一个神秘感 不要让大家知道些 但是呢 录制的过程是 有一点辛苦 因为刚开始 我收到歌曲的时候呢 我是先听到一个 就是 他们的词曲人 唱给我听一遍 哇 他们咬的那个词 是非常的准 非常的 那个咬之士 准到比我更准 我觉得 然后呢 真正我 那时候我就是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非常的 要非常的快的速度 就一天的时间 去背完这个歌曲 然后呢 隔天就要去录音了 然后录音的时候呢 我还没有进录音房 录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 其实蛮不错的 但是到进去录音房的时候 啊 你才知道 灾难来了 因为真正要录的时候呢 那个录音师 就在旁边 啊 这一段好像不是这样唱 那一段 哎 那个咬之好像有一点 你可以再咬准一点 因为他就觉得说 呃 如果你要呈现 标准的广东 广东歌曲 因为毕竟我自己也是会讲广东话 嘛 他说 所以你要再呃 呈现出更完美的作品 你就必须要 就是去咬得准一点 啊 达到自己要的那个程度 然后我就 啊 不管 我就觉得说 再辛苦都好 我就是那一天 咬也要咬到准啊 就是一定要唱到 poi进去 所以呢 那首歌是 最困难的是 我觉得是咬字 咬字 咬字方面 对 还有那个发音吧 他们的发音咬字 对 然后呢 呃 龚宇周南这首歌曲呢 我就觉得说 呃 最困难的是 录制 录制的时候 因为呃 也是录制 因为呃 那个时候呢 另外一首广东歌曲 是给广东人录制嘛 所以因为他们是了解 华语的 那个元素 跟一些呃 就是广东的元素嘛 但是我龚宇周南 这一个呃 录制呢 是给一个 就是算是一半的外国人 他是一半外国人 一半是马来西亚的学童 然后呢 他是呃 从小到大 都是听英文歌 长大 然后呢 他呃 是mixing 跟录制 recording的一些歌手 全部都是一些啊 海外的外国歌手啊 然后跟一些就是 有一些马来西亚当地的马来歌手为主 然后呢 对于华语歌曲呢 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然后呢 他也是录制 呃 第一首 这是自我疗伤歌曲的录音室 但是呢 他华语歌词还好 但是广东话呢 他是完全一窍不通的 然后呢 他就问我 诶 你你这个 这个 因为我们的那个广东 录制是那个 讲说 气息啊 那个我们的呼吸点 跟那个 咬字 所以他就觉得 诶 哪一段才是要呼吸点的 哪一段就是 你的咬字要改准了 他就完全的不懂 所以呢 变成说 那个时候 算是有一半 我是做监制的 那个方面 就是 因为他一直在剪那个声音嘛 在剪那个voice vocal 所以呢 就变成说 我就有份下去 就跟他讲 这一段其实是这样子 那一段是这样子 所以 整个过程 最难的是 觉得 婚姻吧 婚姻跟 就是 制作这一首歌曲 剪接的那一排 是最 最难的 录制还好 录制就是 用我自己本身的 那个风格去唱 就这样子 所以这些都是 你在录制的时候 当时都遇到的一些问题 而且最大问题 还是写词方便吧 对 还是写词方便吧 那我从整个 那个 这个访谈当中 访问当中 我发现到呢 其实 浩婷你最讨厌的是 写歌词 对不对 对 没错 很伤脑筋 而且我觉得 你自己本身 对文字这一方面 可能不太会敏感吧 然后你自己本身 可能 在这一方面就 就是可能 你自己本身 不太喜欢写歌词 所以当中 你有时候 在创作方面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 很压力 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我是 蛮怕去写歌词的 但是 就是 公司的鼓励之下 也不得不让我去写歌词了 对 因为我觉得说 因为毕竟 创作人嘛 一定要嘛 要懂得写词 因为每一首歌曲 如果是你自己 亲身的去写出来 就写你自己的心声 你自己的故事 跟你自己的历练 所以我就觉得 从这一方面呢 原本我是真的是 非常的 不想去动歌词 这一趴的 就是觉得 我做好曲就好了 就辞职给人家去写吧 然后到最后呢 公司就鼓励说 因为如果你要做一个 全面的创作人 你必须会懂写词 所以呢 也是 除了自我疗伤过后呢 我是有写一首歌曲 这是自己的作品吧 辞职也是自己写的 给了一个女星人去唱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那个女星人 一接到我这个歌曲的时候呢 她就觉得 不错 其实是 她 给了我一个信心 而且再来的是 公司跟外面的一些 就是 粉丝们 就是音乐人 给我的一个指导 给我一个信心 就觉得说 其实写词呢 是不难的 只要你勇于去尝试 勇敢的去写 就可以就是去完成 不过你写完了过后 最终还是要去 去修一修啊 改一改 修定一下 这样子就 整个作品的 就可以完成出来 其实写词跟写曲 也是一模一样的 需要一些灵感 然后也需要大量的 后天性的一些努力 才能够把 这整个玩完整整的 这个歌词啊 还是歌曲啊 才把它给写完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当初你在做 你在创作的时候呢 你自己本身 有没有想过 就是把自己的歌曲 让别人去写词 让别人去填词呢 其实是有耶 我有去想过就是 我做了一首歌曲 让人家去写词 其实因为现在 我们目前是 因为这张是第一张EP嘛 所以呢 其实我们之前呢 我们已经是 我有创作了好几首的歌曲 但是因为这一张 是首发的EP 所以呢 电人说 我们就打造成 挺世情歌集 就是我们会录制 就是全部都是 爱情的歌曲为主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就是会走回 我自己比较擅长的 好像R&B啊 然后就是那种 rap的路线 然后呢 我就是已经是 做好了很多首的demo 这已经是有 差不多是 三指五首吧 就是一首一首 慢慢的来发 那但是我就有想到说 因为毕竟是 曲是很不错 公司听到说是 完美 但是词的方面 因为我毕竟觉得 除了第一张自己的 创作EP 要自己写之外呢 我觉得接下来的词呢 也可以去交给一些 有就是 有一些写词的人 去填词 因为我觉得 自己的词 还不是那么打意的时候 我觉得音乐很好 但是我也是希望说 可以把这个音乐 透过歌词 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会喜欢 所以呢 我就觉得 接下来我也会去 公司也会去找一些 作词人啊 来填词啊 或者来协助 这样子 那你会不会害怕呢 因为我之前 反问过一些歌手 他们其实不太 想要把自己的 自己所创作的歌曲 都给人家填词 是因为 他怕自己本身的味道 都给填词人 就是用不同的方式 给评词 就完全没有了 自己的味道 你会有害怕 这样子的事情吗 其实当初 不满说是有的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 看似你跟哪一个 作词人沟通嘛 因为我 如果是我的方式的话 我会先说 先把这首歌曲 给他先创作 看他会去写 一个这样的词出来 然后呢 过后我才跟他说 我会是要的是什么 因为 我不会去说 阻止他们 去创作的范围 因为他们有 很大的思想 他们要写什么 情歌啊 还是 就是爱情的歌 还是伤心的歌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一开始 先定位给他说 我这首歌曲 我是要伤心的歌曲 还是这首歌曲 我要写爱情 很甜蜜 很sweet的歌曲的话 他们就会限定 框在那边 就是OK了 死都要写 这个爱情的歌曲出来 所以我就变成说 我会让他们 自由去发挥 然后过后呢 我再看看这个歌词 合不合这个歌曲 如果是合的话 就是作为 稍微一些改变 就可了 如果是我觉得 太大的突破 就是不同的话 different的话呢 我就会跟他说 其实这首歌曲 我是希望说 比较伤心一点 你看可不可以 把那个字眼 那个作词的意识 改得比较伤心一点 就不会让他们 太大信誉 在那个范围 好那我们的时间呢 已经差不多来到了尾声了 所以呢 我们在我们节目尾声呢 我们想问一下 Tia 你有一些 想要跟观众 说的一些话吗 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的去支持 我这个特别版的 这个EP 然后也大家去 多多的去 关注跟支持 这一首 广东歌曲 因为毕竟是 用了很多的时间 跟心血去 去完成 去完成那首歌曲 然后呢 最后呢 也要跟 所有的观众 听众朋友们呢 就说 就是 如果喜欢创作的朋友呢 就是 勇敢的去创作 不要去害怕 然后呢 就是 我觉得 因为 我们马来西亚特色 就是创作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有很多音乐创作人呢 都是在身边 但是他们就觉得 有可能作品 不可以呈现出来 还是说 写到一个时间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啊 是不是该放弃了 遇到瓶颈 是不是该怎样了 我觉得 其实是 每个人都会遇到 这个 困执的一个问题 对 没错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们是 有抱着 不忘初心 那个初衷 去创作音乐的话呢 我觉得 是很美好的 大家去坚持 然后去完成 你们要完成的 创作音乐 然后把 马来西亚的文化 跟音乐 推广到 让更多海外的歌手 都知道 其实马来西亚 很多创作歌手 跟创作音乐 音乐人在马来西亚的 对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 多多去支持 本地马来西亚的 音乐人 跟音乐歌手 如果想要 支持TR圈的话 都可以到 他们的面子书啊 还是 这个Instagram的 专业去追踪他们啦 然后最重要的是 如果大家对 这个特别版的EP 有兴趣的话呢 也是可以向他们订购的 然后呢 这一首 这个EP当中呢 就都录了两首歌曲嘛 这个 公益周囊 还有一首就是 自我疗伤 对 所以呢 有兴趣 想要购买的话呢 记得都到 他们的 这个面子书 专业啦 或者是说 想要去听 手唱的话 记得新年年初始 对不对 对 年初始 都可以去到 槟城的庙会 对 在这个中央舞台那边 都可以听你的手唱 对 没错 好 是 那我们节目 已经来到尾声 我们再次感谢 TR圈 也希望你的专辑 可以大卖 好 谢谢 也感谢 留言FM 留言台 这一次就是 来宣传我的歌曲 感谢大家 好 那我们下一期 再继续跟大家 天马星空 拜拜 拜拜